砰,隔壁的朱棣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,脸上满是不加掩饰的尸魂落魄。 周围的锦衣卫早已惶恐的贵妇在地上,半点动静都不敢发出来。 震,竟然做错了。 朱棣喃喃道,声音里充斥着不可置信。 震惊,无比的震惊。 薛帆就是废除他爹朱元璋给大明留下的三条救命线。 自起冰境难以来,遇到多少大风大浪,他朱棣都没有如今天这般震惊。 朱棣呆呆地仰着头,似乎想要透过屋顶,看看他爹朱元璋,是不是在天上看着自己。 朱棣从小就崇拜他爹朱元璋,甚至为了成为朱元璋那样的英雄而努力学习,作战。 但是他千辛万苦坐上了他爹的那个位置后,却小瞧了他爹的智慧。 朱棣一时失神,脑海中浮现一幅画面,他爹朱元璋正站着他面前,自己跪在地上被指着鼻子臭骂。 你能打,有能耐一路杀到南京登上皇位,可你再能打,过了一百年,两百年,三百年,你能保证那时候的大明还能打吗? 千都北平,咱老朱家被人一锅端了怎么办? 忘了,咱那教会了吗? 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,民兵者不律胜先律败。 咱家留给大明的三条救命线,就要被你这逆子亲手废了。 脑海中回想的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,让朱棣久久回不过神来,只觉得胸腔内气血翻腾,喉咙心甜。 朱棣想要跟只存在于他脑海中的朱元璋辩解,可画到嘴边,却只是默然。 按江星火的分析,朱元璋留给大明的这三条救命线,从兵力配置到互相制衡,乃至两河两淮, 这两大片朝廷直辖的大平远缓冲地带,总体布置称得上是无懈可击。 固然朱允文那小兔崽子掀开了薛藩的口子,费了黄河防线和长江防线的藩王, 使得朱棣不需要面对这两条防线上的藩王抵抗。 可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,如果薛藩,日后大明面对一族入侵, 一族也会直接走他朱棣奉天静难的这条路线直下南京吗? 只要这三条防线存在一日,大明就永远不可能被一族灭亡, 更不敢将自己的老巢搬空,所以每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, 哪怕后世子孙再无能,也总有挺住的机会。 朱棣本以为江星火不过是个有些见识的普通人, 可听完这一席话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。 江星火不仅点出了他爹朱元璋留下的手段, 更能够预判到他在位期间将会发生的削藩,迁都, 这份能耐绝非普通人可以拥有。 江星火简直就是要孽。 朱棣一时心潮澎湃,可他毕竟是那个生于战火, 半生戎马的永乐大帝, 他的心性早已被杀戮与死亡魔力的坚韧无比。 片刻沉默后,跌坐在椅子上的朱棣又站了起来。 朱棣的眼神里,燃烧着浓烈的斗志。 他的双拳握紧,骨节咔嚓作响,整张脸也罩红了。 一种难言的兴奋感充斥在他心脏,仿佛重新找回了当年蒸伐沙场的感觉。 故国不以山西之险。 若是三条救命线有用,朕为何坐在这里? 三条救命线,朕毁掉了,那就再找更好的方法。 后辈尔孙如果像建文这般无能,再多三条线又有何用? 迁都向北,不是大明离一族太近,而是一族离我大明太近。 寇可往,朕一可往,离其亭,扫其穴。 朕要为大明英勇爵后患。 爹,我要让你看看,我就该坐这个位置。 看着朱毁的反应,激刚心中暗叹一声,这才是我认识的陛下呀。 朱毁从椅子上豁然起身,重新站到了墙边。 事实上,朱毁原本认为自己和平削帆,供养宗室的削帆策略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。 但江新活已经明确指出了第一点,也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国防体系的崩溃, 而且讲得非常有理有据。 所以,朱毁心里也有些期待,准备认真地听听,江新活要讲的削帆第二点后遗症是什么。 而此时,江新活哪知道他几句随口按照历史走向指点江山的话, 把朱毁基的小宇宙都快燃爆了。 江新活托墨星字飞见了半天,属实是讲得渴了, 正上半身已在树干上吃瓜。 同样,咔咔啃啃着西瓜的朱高絮,含糊不清地问道, 江先生,那您说削帆的第二点后遗症是什么? 江新活埋头吃瓜,吃完手里的小半块,方才抬头说道, 第二点后遗症跟第一点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一样, 使慢性的供养纵视会缓慢地拖垮大明。 为何? 朱高絮有些不理解,那就是如果选择和平削帆, 得加钱。 道理很简单,既然要安抚朱帆乖乖交出兵权, 去当太平王爷,那么一定要在原有俸禄上予以补偿吧。 按大明的制度,最高的亲王一年一万弹, 最低的凤国中尉也有二百弹,就这么几十番王、郡王、郑国将军而已。 朱高絮显然没听明白,不以为意地说道, 江星火又拿起了小半块西瓜的手,停滞在了半空中, 你读书的时候,先生没教过你算术。 这话一出,周围顿时寂静无声,仿佛掉根针下来都听得清楚。 朱高絮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,觉得自己被鄙视了。 江星火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, 你觉得大明要传多少代? 每个皇帝只生一个儿子吗? 或者说,其他藩王以后在封地里带着没事干, 他们不会天天造娃吗? 朱高絮沉吟片刻,忽然眼睛一亮,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。 江先生说得对,就该直接都废为树人,这样一个铜板都不用花。 江星火一时无语,又把瓜放了回去。 墙壁另一侧斗智昂扬的朱棣却因此陷入了沉思。 实际上,在与道研讨论和平削帆的待遇问题时, 朱棣并非没有考虑过大明以后皇室数量的问题, 但朱棣和道研都觉得问题是不大的。 毕竟明太祖朱元璋早就算计好了, 绝为美国一代就降级, 亲王除嫡子外朱子为郡王, 然后是镇国将军, 辅国将军, 凤国将军, 一直到凤国中尉就不再降了。 朱棣想当然地以为, 自己那定下了大明万事制度的老爹朱元璋, 在宗室俸禄上算的, 肯定是不会错的, 所以也没有细想就打算以提高俸禄为条件, 换取朱藩的兵权。 可如今听江心火这么一说, 朱棣却觉得似乎好像有哪里真的不太对劲, 但却想不明白。 墙那头, 朱高续促眉问道, 江先生, 俺说的不对吗? 听到了放风时间结束的哨声, 吃饱了西瓜躺了半天的江心火拍拍屁股起身道, 我知道你在赵狱里手眼通天, 这样你去寻个棋盘, 再寻些小米。 棋盘和小米跟俺说的问题有啥关系? 当然有关系, 江心火伸了个懒腰, 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, 第二格放二粒, 第三格放四粒, 第四格放八粒, 按这个比例放, 你很快就懂了。 等你懂了以后, 我再给你讲讲怎么解决第二点的后遗症。 放风时间结束, 江心火回去睡午觉。 朱高续坐在树荫底下, 幻玉族拿来棋盘和一袋小米, 开始认真地放了起来。 第五格, 十六粒, 第六格, 三十二粒, 第七格, 六十四粒。 过了很久, 朱高续看着棋盘上根本数不过来的小米, 看着江心火离开的方向, 愣着了号一阵子, 才喃喃念叨着, 棋盘八粒米。 朱高续愕然道, 俺懂个锤子啊。 都让这一突破了拿下来的小米花。 坊子, 庆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